大家好,我是港馬之王Zarika 3月10日沙田日賽 10場刺激的賽事如冠上演 大家想得心拍手的部署 又怎會少得我手上的Race Simulator呢 我和大家分享的是 第10場三班千謝米賽事 這場近將表現好的馬相當多 好像旗幟鮮明、起滑、好易穩 愛的呼喚、綠色威和感受河山 雖然形勢這麼平均 但我特別看好上將表現不錯的起滑 不知道Race Simulator怎樣看這場賽事呢 馬上看看吧 這部的時候 素鳥型愛的呼喚和愛當的起滑 出得最快 聖光騎士、好聖王驚雷都快 其次鮮明、綠色威和好易穩 大約在中間位置 然後還有感受河山金刀銀鑽和黃龍大師 在尾暫時是幸運性和精彩 開始轉眼氣彎 步速正常的 起滑雖然帶頭 但就是被素鳥型、愛的呼喚 頂到外跌 貼欄第四就是星光騎士 外檔拍著還有好聖王、驚雷 其次鮮明、綠色威一隊守住7、8位 然後還有好易穩 感受河山開始在外檔走上來 入隊來走入直路 前面仍然起滑在外檔帶頭 素鳥型、愛的呼喚一齊開始要騎 星光騎士移出中檔追 旗次鮮明、綠色威、好聖王、驚雷一起在外檔衝上來 最後200米 前面起滑還有一個馬威優勢 愛的呼喚越過了素鳥型上到第二 大外檔星光騎士、綠色威、其次鮮明、驚雷 好易穩和感受河山成6、7隻馬威優勢上來 前面起滑開始慢車 綠色威中檔率先將他追過 大外檔旗次鮮明、好易穩 感受河山一起上來 過了綠色威第一、感受河山第二 好易穩第三、旗次鮮明、第四 鬥得好刺激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和剛才Race Simulator 的分析有少少不同 剛剛的預演起滑只是跑第七 不過我記得他上將同程跑第二的時候 完成時間更快過三班標準時間 所以他的狀態評級值得再調高 另外排三檔的素鳥型 和排六檔的愛的呼喚 由於檔位比較好 我覺得他們可能早段會嘗試選擇 留在起滑後面跑 修改完成之後會怎樣? 馬上看看吧 這部的時候 素鳥型、愛的呼喚和外檔起滑出得最快 聖光騎士、好聖王、驚雷都快 旗次鮮明、綠色威、好易穩 帶著在中間位置 接著還有感受河山、金刀、銀鑽和黃龍大師 在尾暫時就幸運性和精彩 開始轉銀氣彎 步速很慢 起滑在前面單騎領方 聖光騎士、好聖王就守住二、三位 驚雷就在外碟第四位 埋欄有素鳥型和愛的呼喚 好易穩,感受河山開始走上來 入到最後直路 前面起滑一發力 真的帶出了三個馬位 聖光騎士、素鳥型開始要騎 好聖王驚雷 跟著來這裡好像沒有多少 綠色威、愛的呼喚 旗次鮮明有些進展 我當上來還有好易穩和感受河山 最後200米 前面起滑還帶著三個馬位 走勢還未轉弱 綠色威上來拍著星光騎士 後面打上來有旗次鮮明 愛的呼喚 好易穩 感受河山還輸整條街 前面起滑走勢雖然開始轉弱 但綠色威、旗次鮮明 綁重的陰宮追來追都追不到 看個勢都是變場莫及的 過足點起滑由頭帶到尾跑第一 綠色威第二、旗次鮮明第三 幸運性口想第四 大家如果未安裝Race Simulator 可以登入以下這個網址 又或者透過QR Code免費下載 如果已經下載了 現在不要猶豫 立即挑選你的心水數據 預測賽果 好啦!